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我在上期的这个视频里说过 像四川也是2018年 就提出来要建设这个省内经济副中心这个问题 其实说心里话,这个问题目前为止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个省上的很多表态 其实现在基本上的这个目标 是定在这个绵羊、蓝葱以及这个宜宾这三个当中 至于为什么没有明说 当然确实是目前这几个市呢 它的那个GDP总量呢确实都太矮了 相当于3000亿都没上 所以说这个目前呢没法官宣 再等等就只能那样子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你看那个成余经济圈也好 成余经济带也好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很明确的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呈现一个那种欧字形 网上有说法叫什么 叫川中坍塌区 或者说川中空心区 都有这说法 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啊 如果真的是川中要崛起 自贡和内疆合并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我当然也是有我自己的一个理由 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想法 第一我们来说这个现实 现实情况就是说啊 自贡和内疆 它属于两个这种平等的这种地级市 在全省范围内呢 这两个都不打野 而这两个呢 它归根到底啊 不是说它自己经济太差了 而是说呢 它这个位置太小了 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合力 所以第一呢就是说这个现实 你得认清这个现实 虽然说你单干 那可以 但是说你单干啊 你这肯定会失去很多这种机会 你在这个竞争的比较上 你在省内的这种经济比较上啊 你相当于存在感真的太弱了 我们说的这个存在感弱 它不是说跟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啊 影响你吃饭了 影响你穿衣了 它不是那样子 它会影响你整个城市的什么 知名度高铁就是未来不久 可能在自贡河内疆 可能产生的这种竞争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个川藏高速公路 以及川藏铁路呢 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新建 而且现在318国道呢 其实也挺好的 整个国内现在你看往西藏走 去西藏玩的这种人特别特别多 这个也是会让这个亚安 成为那么一个川藏旅游的 那么一个入口处 而我们重庆 以及整个什么国内的华东 华南地区很多 到西藏区的途径就那么多地方 要么你从西安从成都走 要么你从什么郑州 武汉走重庆走 就算是南边的 什么湖南啊 广东那个方向的 你也得从重庆这个方向过 所以说如果未来的这个重庆到亚安 它是必然的肯定要修一条高速铁路的 宇雅高铁是必然要修的 如果真要修的话呢 必然给这个川南地区 要带来那个很大的这种人流量 我们说到具体的这个经过路线的话 画一条直线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到 基本上是要从什么 内江自贡啊 以及宜宾乐山这个方向过 我们说这个路线啊 目前是排除就说成都铁路局 当然它就是恶意的那么一个阻挠 怎么说这个阻挠呢 相当于就不给你弄 或者说就让你这个路线 非要让你绕到什么人寿啊 非要让你绕到那个成都啊 来这么个拐个弯 那说实话就失去这个意义了 因为如果这么弄的话 当然对川南地区啊 他就失去这种带动经济的这个意义了 说到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成都已经在川内都奠定这种统治性地位了 我觉得成都这些大老爷们你们就省省吧 你们就给这个什么川南地区啊 你就留点这种行政资源吧 成都铁路局啊 我觉得这些领导啊 你们真的是坐在办公室内啊 天天喝着茶打着天天聊着天 很多时候就完全只考虑成都 而完全不考虑川内其他地方这种均衡发展 什么叫均衡发展 你成都现在已经一家独大了 难道你想超过这个啥 上海吗 你想超过北京吗 那可能吗 长个脑子想想吧 我觉得成都铁路局这些 说到这里啊 我也不是这个川南人 我只是说呢 说句公道话 成都铁路局有时候这些 不战党在咋想 相当于这个全川啊 成都市啊 确实占用太多的这种行政资源了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已经阻碍其他地方的这种发展 我们继续说 未来的这个鱼洋铁路 可能给川南地区带来的一个机遇吧 我们说如果要经过这个川南 既然又要经过这个自贡以及内江 这个沿线区域 那么自贡和内江是不是它会产生这种竞争 而这两个地方它偏偏地理位置又很近的 你说路线非要走北边一点 偏向内江 或者说路线要偏南一点走自贡 都是完全合理的 它在这个大线路设计上 它真的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 毕竟两个地方直线距离就二十来公里 所以说这个关于线路走向 它不是说有特别大的一个企业 但是对于这两个地方 它就会产生这种竞争 如果真的这么一条路从自贡过 那当然能够给自贡带来的就更多呀 如果真的这条线路内江争取过来了 当然这条线路给内江带来的这个机遇跟利益 那就更多呀 所以说竞争是难免的 毕竟这个项目争取到了以后 是可以带来本地的这种经济利益 什么GDP的提升吧 而政府关于这个考核方面 GDP数据那就是一个基本数据 你说你经济搞得再好 你民生福祉再好 人家说你这个经济数据这么难看 你拿不出来东西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当地父母官必须不得不考虑的 哪怕是在自贡和内江的中间 你画个点 但是这个点它到底是属于自贡管还是属于内江管 这个影响都很大了 你是自贡管了 最终国家统计这个GDP数据 自贡关于这方面 它那个数据是不是又拔高一级了 如果这个政它最后属于那个内江管 是不是这个经济数据统计最后就到内江去了 自贡又没有争取到 自贡又落寞了 自贡又感到惋惜了 而如果像这样子的事情 自贡和内江本来又这么近 如果合而为一 是不是这方面完全就不需要争了 你不管是过南边一点的 偏自贡这边的城区 还是偏内江这边的城区 反正只要都是我们这个 合并的这个城市就行了 最后统计这个经济数据 都是一个地方 那就完了 完全就避免了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竞争 这是不是一个很充分的这么一个理由 第三我们来说 国家关于设置这个行政区 不管是什么地级市 什么省区啊县城啊都一样的 归根到底是要这个地方啊 它经济是分开了更好 还是合并了更好 我们说如果分开了好 那就分开 如果合并了更好 那当然就合并 就像97年之前的时候 重庆一直以来 它的那个组成区GDP啊 就说整个辖区 其实比程度是要高的 如果是重庆长期留在四川省内 那么其实对重庆的发展 它就会造成一种羁盼 相当于你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的那么一个经济动力了 而事实我们也看到了 重庆直辖以后啊 加上国家的一系列帮扶政策 重庆最近些年的那个发展 确实特别特别好 特别是重庆的曲线发展 这个呢就不让我多说了 像很多曲线的这个经济数据比组成区还高 我前些天也做了一个那个小视频 当然我是像娱乐的那么做的 中间加了点什么搞笑元素 就是拿成都的那个二十来个曲线嘛 跟重庆的那二十来个曲线比 成都主要就是组成区呢 它的那个经济能力特别强 除了成都组成区 基本上那种曲线呢 这当然不是说什么扁成都啊 成都的那些曲线啊 真的都是渣渣 基本上重庆这些曲线啊 就完全碾压成都 因为成都那样子 它那种曲线确实发展了 太弱了 归根到底其实还是那个成都 它那个行政理念上 它组成区它舍不得让利啊 其实这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说什么经济资源啦 对吧 行政资源全都是有限的 资源就这么多 如果真的组成区 它肯让度一部分出去 你说成都的那些曲线 它能发展的那么烂吗 你看像成都的那个后面 琼来呀 什么大蚁呀 我觉得像这些曲线了 真的一说是成都的 我觉得成都人应该是脸上都没光啊 你们那些曲线发展的这么烂 我觉得成都的那种市委书记 你们应该反思反思 你们那些曲线发展的真的是太烂了 我也有亲戚都住在这个成都曲线的 毕竟我们不能每天啥 就看看天府大道对吧 就光吹成都的成见有多么好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地方 我们还得听听老百姓的这种说法 不光是你自己在那自吹自擂 话题回到这个自贡内疆这两个地方 相当于就说这两个地方 如果继续这么分开 造成更加不利的这种影响 相当于一加一小于二了 而如果真正的两个地方能够合二为一的话 是会产生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避免了很多这种 首先做好自己的那个经济小循环 把自己管辖的这个两个城区以及曲线 尽量用多的那种快速公路把自己做好 当你把自己的这个本分小循环做好了 我相信省内的这个经济副中心啊 川中少了你这个自贡内疆 算都不算 为啥呢 实力摆在那儿就那样 地理位置摆在那儿就这样 因为毕竟来讲嘛省内它是要综合布局 均衡发展 这个道理一说出来谁都得认对不对 当然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新城市 你如果能走一点跟其他城市发展不一样的道路 那更好了 举个例你给当地的这些什么房地产企业 大家一起商量商量 以后别再修什么高层建筑了 以后就专门朝这种洋房社去发展 往那种什么第四代住房啊 第五代住房发展 你政府让利了 下面房地产企业你给它商量协商好 这方面如果这么协商是不是更好推进 还有你能不能推进个什么 百年住宅 我这个住宅就能住一百年两百年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很多住宅寿命 也就几十年的建筑寿命 而我们如果新的这个城市是不是 我们就搞个什么建筑寿命 三百年两百年的成不成 你真正在这个成本上能增加多少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地级是很多空旷地的 土地又不值钱 对不对 你毕竟要卖成钱了才是钱的嘛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它不好卖了 它不是说像原来那么好卖了 以后再想那种高潮几乎不可能了 所以说转变一下思维行不行呢 当然是可以的 就看你能不能想得通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阿民的一个个人分享 各位朋友们老乡们 祝福志工内疆这两座城市的明天是越来越美好 喜欢阿民的帮我点点关注 好的谢谢大家